好,歡迎收看今天的動漫無雙,我是主持阿M 我是一點都不古典的樹齡,有懷疑吧 贏者 我是嘉賓,我依然都是內向憂鬱而文靜的作家 你不是內向憂鬱而文靜的偽娘嗎? 不是,這是東莞的誤會,我回到香港了,我是何故 好啦,我們聽到樹齡說他不是古典,不是說他快死 只是因為說,今天說的是古典報,即是冰果 之前大家會在無雙的post,或是在facebook 看到我貼了一張很奇怪的冰果連環圖 大家各自去解讀那張是什麼 你可以猜吧 我們跟著就順回次序去說 今天作為一個校園生活系的推理懸疑偵探故事 沒有說柯楠,所以日常推你可以的 或是這樣說,我開始看這部影片 首先,我沒有接到原作 我純粹聽到冰果,我開始想的是什麼 應該是因為驚蛇的關係嗎? 大家注目的原因,不是因為密集瑞信 是驚蛇的 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但是說,我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只要看到有是學原劇 那就看看是什麼學原劇 看看是什麼部 那就變成是古典報 古典報這個最初我覺得挺奇怪的 你明明是查偵探故事推理 你和一個古典報第一個構思 就是查一些七不思義事件 在書裡面有什麼玄機 發覺適合一半 但另外,其實他們真的很日常 真的突然被困在一個貨倉裡面 都可以搞一閘 我覺得我們就回故事順序去說 一開始就說這個主角,鳳太郎 作為一個節能主義者 這個很棒 很領先的潮流環保 而且他這本小說的原著 十年前已經寫了 十年前這位小朋友已經有這個節能主義 我覺得他這個很暫路頭角的名詞 我覺得起初其實是OK的 他的節能主義貫徹得都非常之可以 其實只是一個邪友 其實我曾經想過一個故事叫頹青蛇 就是一班人放了學在一個掃訪裡面 不斷裝頹 那個不是中大動漫言嗎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 你不可以爆燈照出來的 真的太過份了 其實他不是一個頹友 但其實我們下禮二節 我講一個心理學來分析 其實我知道動畫版玩了一些符號 他為什麼要節能主義的原因 源於他的阿里基 有一點 他的姐姐竟然叫他阿里基 叫他大哥大 或者水木砂 所以這個有姐弟關係 直接影響了他 為什麼無故要節能主義的性格 因為故事裡面就說 他收到他姐姐的命令 要復興古典部 作為一個節能主義 他覺得這方面是非常麻煩的一件事 完全不想他理 然後他開始發現 通常這些故事 如果正路的校園生活的話 是男主角和女主角 共同創建學部的奮鬥故事 很失敗的 但是一看到奮鬥行 一看到女主角 有人成功這個學部 你不需要擔心 那我先走了 但是重點其實 其實他這個學部 不是一個重點 是那間房 那間房 其實都是奮鬥了簡約主義 假設你那些人多 像現世然那些 那些動畫大問題 有多道具 有多其他臨審人出現 他這個非常之簡約 其實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近乎一個空的房間 有一張桌子 四張椅子 還有後面有一個櫃 即是更簡單 畫這個貨室 所以我會看這個 其實沒有程度上 如果用渣流灘去形容 他這個畫畫 都其實未成不可 但竟然有節能主義 大前提之下 這個設定都很節能主義 不是啊 京都動畫學了那種節能主義 所以都隨便些 隨便畫 你對比這個K-on K-on裡面 他們那些都有一些樂器 都有一些蛋糕 都有一些正常 今次都有 今次有酒心朱古力 其實就是他的房間 都非常之簡單 大家每一次就是期待什麼呢 就是期待遷返田 突然又發電 背後有些千手觀音 背後呢 很多很迷你千返田 其實我會覺得他會用了很多給觀眾幻想的空間 透過這個男主角這個超級雜欄的下車技 變成他可以脫離自閉的生活 他不用脫離被人拔出來的 這只是他姐姐的浴城計劃 其實這個姐姐這個可圈可點 我看過原著小說 他姐姐是這麼強勢 但沒有這麼變態 更重要就是 變態是你寫的 不是的 重點是什麼呢 就是大家 有沒有見過他姐姐的五官 沒有 動畫不會出這些 我代表看不到 這個其實很奇怪 理論上他姐姐 他為什麼刻意驚蛇不出他的樣子 只是用一些 洗澡都給你看到 Service 都不給你看他的樣子的原因 其實這個呢 是給一個 對男主角來說 一個很重要的成長的樂印 就是他終於可以脫離了 他跟他姐姐的那個牽伴 就投入了這個千返田家族 無辱騙他 一個女人一定去這個地獄 我們先說什麼叫冰果 首先 故事裡面 一開始就說 圍繞著 終於說 最後就 拉攏了他的好朋友 阿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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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阿... 什麼 柴爺花 臨時就組成了這個 古典 這個我又要吐租 我看到阿花 我又想起這個 KON裡面的鼓手姐姐 不關頭 你不覺得嗎 阿福 阿福 我覺得什麼事 當然 頭幾集 我覺得 循環再用的方法都很厲害 或者 其實你說 開頭未去到 冰果故事前 之前他講過的活動就是 千返田和 紅太郎 一開始就出了 關了門 鎖了 對 這些簡直是大驚小怪到不不幸 正常 他說 鎖了就鎖了 很簡單 就是他將一些不知道的東西 他就會用一些很誇張的東西 說 為何會這樣 應該是說 平時我們不會理的東西 千返田會特別留意 可能比較紅綠燈 每個幾秒會不會綠燈 我們不理 純粹給我的感覺 就是 所謂的高分低能 就是這種 其實接近的 加上他還要是一個 氏族的後人 當地 是名門望族的千金小姐 他注意的細節 其實是很多的 甚至乎 鞏個弓 打個招呼 甚至乎說一句話 他都很著緊 所以衍生了 他對這些在意 都可以接受 但第一集 我不覺得 藍豬哥有多厲害 他解釋到 誰鎖了門 然後他就 嘩 好厲害 他記得男人少 不要怪他 對 他的家屬 真的很少男性 和他的相遇 都是女性 或者我比較喜歡 你說第二集 我覺得 都會反映到 所謂的 鳳太陽 哲能主義 他說 太麻煩的事 就沒有 他就故意作件事件出來 是啊 這是很麻煩的 作件事件很麻煩 因為他的衡量就是 要解決原本那件事件 以及作件事件 究竟哪一件麻煩 當然是 自編自導 自演自己解決 一晚就搞定了 你說過海報那件事 他從頭到地上看完海報回家 但如果要解決時間 走到你一邊的音樂室 再搞一段才回家 所以我覺得 如果要分兩季 第一季 角色簡介 其實做得很清晰 很棒 這是一個哲能主義 然後可以直接去到 千返田 要解決他阿叔 那件真正冰果事件 你說比較亮點 你說與其是鳳太郎 我覺得是理智多一點 理智這個 我跟內地有些網友爭論 他跟鳳太郎 不是BL關係 我不管他是 通常在這樣的戲裏 理智的定位就是 好朋友 萬事通 他是資料庫 他是資料庫 假設他是否用福爾摩斯 和華生的關係 會不會就是鳳太郎 福爾摩斯 他就是華生 其實在結尾的時候 他也是這樣說出來的 但是我覺得 你說與其華生的位 其實是千返田 站在華生的位置 其實千返田 不是華生 他是麻煩製造者 他固然是一個麻煩製造者 這麼像外交用語的麻煩製造者 對 擺明就是 日本的明明望族都是這樣的 他奉行這個好奇主義 我覺得你說在故事裡面 其實我先不要討論他 說這個 推理那些 所有的事情 首先在頭兩集裡面 我覺得最反映的是 李智 是多麼了解鳳太郎 因為他 他直接知道他 按摩就知道他 說謊 童年換伴 其實 他兩個都知道 其實 你說謊 我說謊 我說謊 你也知道 死黨 這些 在我們其他動畫裡面 所謂的好朋友 你不會覺得是好朋友 你只是說 有女兒就餓食 有事就你幫我一起頂 你那些叫朋友 我只是在動畫裡面 不是我 所以有些人會覺得 其實他們兩個 可以用青梅竹馬的好機友來做比喻 他們真的好像有打機 有打機的 有打機的 甚至乎打機的時候 明明記得你之前是這樣的招數 你現在特地讓我的 這麼厲害 所以其實故事 雖然是四個主角 但實務程度上 如果剛才我比喻就是 女主角先反田 其實他不可以當是 這個調查的過程裡面的一部分 反而阿花也有幫忙調查過 而千反田真是一個麻煩製造者 不斷地說 我好在意 他是空岸發掘人 他不斷推你們 太空岸 如果他不推的話 會不會調查的 其實某程度上 也是他把男主角 由這個姐姐的魔掌當中拯救出來 就拉到自己的魔掌 但反而是他 頭兩三集 我不理會見推理事件多無理 有沒有死人 最少就是他把每個角色的定位 以及他的關係 其實很清楚 以及不會很平衡 即是這麼說 他帶一些語用心 就像李治講 我自己是一個資料 其實他之前所說的 之後都有復筆 你看回這個故事 你才會覺得 這套東西會愈看愈有美 所以我欣賞他 就是他一開始解釋 舅父還是叔叔那件事 是要用了兩至三集 去人物的簡介 阿固然你說這件事 其實都是 叫做什麼呢 因為我們接受了 這個千返田 他是個神經病 一個神經病的人 他是一個 叫做什麼 不正常人類 一個不正常人類 對著一個認識了 不知道夠不夠一個禮拜的人 說 我有件事 只是可以拜託你 我說 那你真是多 多孤獨 最好笑的是 那一段事件 既然是關乎他家族裏面的情況 為什麼第一個構思 為什麼不可以跟 族中的一些 同年幾的朋友來分享呢 可能我覺得 會不會是因為 他那個阿叔 還是舅父 一開始記不到 都算離開了學校 都算 冷靜說一句 是被趕出校 算是一個家族裏面的恥 所以變成 他應該可能是 其他親戚是詐不知 或者不當他存在過 但我覺得這個推理 又未必成立 因為始終是說 他這件事件 是基於 他舅父 失蹤了很多年 然後正式要當他死亡 要開始搞 叫做壯麗的事情 舅父不是死了 沒有人知道嗎 我不管 隨緣 隨緣 都是隨緣 而說要搞這個制點 其實沒有說過 沒有人幫他搞 好像最後回路來 都是很多人 去他的制點 其實我覺得他阿叔那件事 只不過是說 千萬里 我又非常好奇 哎呀 我阿叔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他不太在意 他阿叔究竟有什麼遺憾 他只是覺得他自己很好奇 他小時候 其實原來千萬里是宿控的 他對阿叔 是一種莫名其妙的愛 所以對於一些 爛爛爛的大叔型人 好像主角就是這樣 即是一個宿控 和一個者控 兩個的交叉感染 終於第一次 主角阿鳳太郎 違反他的哲倫主義 就要出招了 但這個出招 其實中間都挺過癮的 牽涉到他姐姐 其實他姐 他另外一個身份 除了推他到古典部的火坑之外 他就等於是 我們打一些online game 突然間出過山中老人 你向前摸個寶物 然後突然打個電話回來 就說 咦?出了冰果沒有? 咦? 什麼事呢? 其實他媽媽 很多答案都有牽涉其中 其實 我很懷疑他姐姐 是不是放了一個cam 在我家裡 其實我會某程度上 覺得 他的姐姐 才是整個故事的最後大佬 那一定是 不見樣子 你見到不見樣子 就知道他 一定有些事 瞇瞇眼 看不到頭 到現在 我們可以很清晰地知道 男主角 就是一個 智能主義者 他因為認識了一個 不知名的人 叫千反田 不斷給他一些說話 就產生了他腦裡的妄想 然後這些妄想 變成了畫面 就變成了 頭幾集 我不知道大家 是不是覺得 那些畫面才是特別的 因為 頭幾集真的很悶 他是一些小事件 我又不覺得很悶 我會覺得是明白 因為你很快 你不會一集 可能在第二集 你才解釋 可能會忘記了 你會這樣 對 其實他每一集 用了所有的 伏線 有很多條例 怎麼推卸 他沒有遺留過任何遺態 我覺得 我會這樣 雖然我不是很熟 推理的故事 但我這樣 他真的推理 他未必會拿出實際證據 只會覺得 我認為是這樣 為什麼大家會覺得 OK 大家都很清楚 又很合理 應該是這樣 這一集 第二季 就是用假人子 那一集 這個後面才說 是的 但重點就是 解分冰果 整件事 因為整個冰果事件 都玩了很多集 我覺得 很緊湊 如果縱觀整件事件 其實 可以穿巧 不要緊 為什麼叫冰果 因為他用英文 Ice Cream 雪糕 等於 但他不是用Ice Cream 而是I Scream 我要大聲呼叫 即是吶喊 我覺得還要出那本 匯刊 來用這個名字 而去講一下這個鬥爭 當然 他一定會當那個年代 就是安保條約 當時是安保鬥爭 所以就是安保鬥爭 所以 學校才不准他玩這麼多天 怕他會失控 很符合現在的香港現狀 這情況 不知道你怎麼玩 我覺得會有問題 所以不讓你玩 所以問題就是 他的故事 如果是玩到這麼大的話 我就嫌他那件事件 我們看到的畫面上太少 即是如果我們應該可以 他有幾個 證供提供的人士 譬如圖書館的老師 另外更加重要的就是 藍主的姐姐 其實沒有了 大家都全部是找那些 資料來自我聯想 我覺得你說各自找資料自我聯想 我覺得那部分其實做得頗不錯 因為其實你說 首先就是 他起碼給每個角色都有表演的機會 我先不理會他的推理剛剛 但你會在那個推理上反映 就是那個人怎樣去想 以及他怎樣找資料 反映到他的能力 而你也會看到 最強烈就是 本來我什麼都不找 你們有你 我不是我照推理 OK 沒問題 這叫做 後來推的關鍵 就是用多少天 來搞了這個活動 OK 但整個過程當中 應該還可以再多些事情去比喻 舉例就是 他當年還有很多事情發生了 即是那些他沒有寫出來 我覺得你這時候應該是作者的心態 其實你見到 不是就是 Ice Cream這件事 其實後面這件事 都很多故事 扯上政治性的意識 其實都很嚇人 但是 他用筆轉一轉 就比較光明 我想作者不想寫太黑 對 所以我覺得 我去到Ice Cream那一部分 才讓我叮一聲 原來作者有這麼多政治隱喻的東西 在背後 但他又表面上是一個陽光朝氣活力 一個完全是 普普通通的推理劇 過程就是 男主角理論上 平時會在自己的世界裏面 對身邊的事不聞不聞 突然有一個奇怪的女子 開始有這個老內妄想的女子 開始拉她出這個窄的世界裏面 開始接觸這個世界 第一件事就是關於安保鬥爭 第二件事跟小說就是十文治事件 第三件事就是拍戲那件事 其實每一件事當中 都是這個小孩子的成長過程 越來越接觸這個社會的陰暗面 或者這樣說 如果是回兵局 就是縱觀你 就算之後所有案件 為什麼我覺得 用案件 我覺得事件算 你不叫人回答案件 不要理會上的問題 對 在這些方面 我覺得為什麼不會這麼深 我覺得主角不是想不到 不要煩 不想想 你最重要的是什麼 你想要答案 現在的案件是說 我不是要追究底 不需要一個理由 是裏面說每一個細節 究竟是怎樣 然後寫一本書出來 他就是 他要解決什麼 他要解決什麼 究竟 他要知道他的叔叔 究竟 發生了什麼事 他只是回答這個答案 總之ABC 我回答完之後 他滿足了仙反田的慾望 慾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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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 即使之後的事件 其實都是 總之 我知道這個答案 我不管背後有什麼理由 也不會再去追問 這個是他的哲倫主義 如果他再去追問 這套是金田一 正宗推理小說 找到兇手 交給法文 他不會這麼兇手 為何殺人 這個是社會派 好像金田一 那些他反而更加好看的 就是每一個兇手犯案的理由 希望可以賺人越累 你明白金田一 那種就是 我抓到你兇手 你是兇手 然後突然拍拖 做什麼 為何要犯罪 阿媽死老母 阿媽死 周二最新連在九龍城寨 那個case 這些 這些 這些人應該跟徵師說 應該跟律師說 你說什麼 我知道我盡量幫你 求情減刑 然後你就會說一些推事給我聽 那些說完就會自殺 所以看不到律師 通常動機那個 是比較難找資料去推理的 如果是本格派的推理 應該是用動機 時地人 來做正常的推理 但後來越來越多 社會派的 從本青章開始之後 他反而會關注 動機背後還有一個故事 可能是社會迫城 還是父母的問題迫城 之外 就是多了一個背景 其實米澤瑞信 我覺得他用這一堆日常推理的故事 其實你可以當作兩個故事去看 好像我所說 當年阿叔 他們那場鬥爭 如果你有興趣 就像我所說 你找回當年安保鬥爭的情況 等於很簡單 我小時候第一本看 就是看藍組 就是那個年代的校園事件 來呼應這個校園制 所以這個是雙重意義的 他是先解決了一件事 其實他就開了一扇門 引你自己去另一個 更加黑暗的事件 而他就夠了 這些是我自己 我自己完成了 我智能主義 其實他做了什麼 誰陷害阿叔 真正的領頭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否由 冰果這件事件開始 就已經是 不覺不覺 經常都會透露一些 推理事件 因為本身 李智和摩爾卡 都是推理過來的 是啊 還想看福爾摩斯的自然有 這些固然有 其實他裏面也有很多 是呼應了一些出名的 好像剛才所說 他現在解釋 阿叔那件事 跟他在結尾前 他有一個英文的附題 我想大家應該都留意到 有一本很出名的偵探小說 叫做 時間的女兒 the daughter of time 就是答案真相就是 時間的女兒 他裏面就不是用daughter 是用宅女 代表千返田 再後來 再後來 Elevens can remember Sorry 他們是用 Two birds can remember Sorry 講錯了 因為他後來是說 初鳥事件 然後就是 克里斯蒂的 Elevens can remember 有很多不同的譯名 其實他裏面都呼應了 很多出名的偵探故事 而他從中給了一個指引 其實他那些故事 全部都不是單獨一個 表面的 這麼簡單 他背後還有另外一個故事 所以這個 反而就是大家如果 閱讀這個冰果 那個脆味就是這裏 或者有看開推薦的 會知道 發生什麼事 或者另一個說法 就是你看完這裏的動畫 每個都會變成千返田 好奇喔 那本東西是說什麼 之後變成這個 阿花 開始看其他的偵探小說 然後到第二件事件 如果 就是要拍電影 拍電影 中間有一個溫泉 不過不要緊 我覺得這件事件 其實 對比起來 我覺得整套動畫 這件事件 我覺得最好看 有死人 有死人 但這個 永遠都很棒 就是我們看到 你有一張照片 裡面有十個人 然後說 其實是殺一個人的 炸機拍照那個 然後 人們會搏 你不讓他設定鏡 拍得這麼差 應該不會有定鏡 所以一定是殺一個人的 這個永遠就是玩這個把戲 甚至最棒的是什麼 我上網看他的小說版 這個動畫跟得很足 裡面其實他每一個參與的人 難聽說一句 你可以當成一種 看有人死偵探故事的讀者的心態 即是有些是越多血是越好的 所以中間他就強調就是 越多兇殺 越多人死 可能作者 偏劇 一瓶血 不是 一大瓶 不是一瓶仔 而且我覺得是定型的故事的走向就是 風太郎是永遠不會做了推輪 他永遠都是 看了現有的東西 應該說 當然是你們先坐 我當然是做了門一腳 但剛才所說 有一類的讀者 喜歡越多人死越好 就是越多血最好 另一類就是 密室 一定是密室的了 一定要密室 什麼都是密室 完全錯了 密室都是密室 第三種就是 他要執著於殺人的方法 越奇越好 對 越不合邏輯 所以變成 這些有三樣東西在 那三個 對虛擬有興趣 對虛擬有興趣 他不斷堅持 他有點聰明 聰明 可以爬槍走 那個不是密室 永遠就是 我們很多人看偵探小說 就是 一面對人死的話 就有這三種 或者可能更多 但裡面有這三種為主 然後發覺 完全錯了 完全錯了 大家猜是完全錯了 原來就是 被殺那個 所謂被殺那個 原來有這個 七因之心 他原來是兇手的 然後 然後呢 為什麼是手 應該說 那個蠻點就是 我們看推理小說 或者看推理的故事 這方面的事 是從來不會出現的 如果這樣做的話 就沒有氣體了 對 然後還要說 一旦多了一隻斷手 沒有啊 他突然拍一拍 那一隻加下去的 嘩 這樣都可以了 我都不捨 你亂拐了 而故事 你說最大的爆點就是 你會見到 阿呂帝 我忘記了 還有一學者 對 入衰東訓 對 那故事就是 他怎樣 你說其實是不覺的 其實應該說 你雖然知道 他好像不小心想 去逼主角做些事情 但你猜不到 他是想引導他 去創造這個故事出來 對 因為他其實 後面有說過的原因 對 但你說 其實這位是精彩的 你看到 在我們觀眾的眼睛 突然間有個 解釋了所有事情的答案 有此無此樣 在我們眼前有一個 即是事情已經解決了 很合理 那裏 但是還欠這些事情 原來是太多 可以看的 我想大家 如果聽眾參與過話劇 或參與過電影製作 你完全明白 一個編劇是多麼可怕 其實這個 病了的這位同學 就完全等於一個普通編劇 他寫了劇本出來之後 任人改 呂帝 你當他是投資者 或者監製 或者導演 其他人 參與的人 各自有意見 觀眾也有自己的意見 那你怎麼辦 我想堅持 不要有這麼多人死 你又不喜歡 然後我想有些教育意義 你又嫌我太說教 那些 然後就幫我改劇本的意見 對 只是脫得 不寫 不寫 你們寫 所以變了 中後段 我突然叮一聲 就覺得 其實他在說 這件事 你可以當是一個 很慘的編劇 被一班無良的典製作人 去油輪 去迫白 其實這個就是現實社會 那個現實社會 就是最後 不找局內人 找局內人說 一個說 有些底子 就是說 OK的 推理很強的 我這樣說 我這樣說 那個故事 就這樣 然後你就說 我又博不到 沒有辦法 又好像幾好 照做 如果這件事 不是那麼局限在電影圈 大把大公司 都是這樣解決問題 突然間 突然間 有幾多人 互相搶 一個經理的位 或者搶一個項目去做 有人做做 發覺 糟了 不妥了 復背受敵 然後老闆又說 咦? 我又不可以讓薯靈上 薯靈上了 有馬二又不妥 然後IM又不妥 又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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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句話更正是 他跟學者的關係 其實可以呼應 鳳太郎的姐姐的關係 其實那裡挺奇怪的 剛開始 我們看到 在一個 廖天室 對 廖天室究竟千反田 是跟誰聊天 究竟跟他姐聊天 還是跟女帝聊天 其實你問我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是 千反田跟女帝聊天 但女帝有跟另一個人聊天 女帝的前輩 女帝的前輩 就是鳳太郎的姐姐 一開球 頭就是 女帝跟他才聊天 這是我肯定的 因為我看了小說 而接著 為何目標是鳳太郎 應該就是他姐姐 沒錯 所以我看完之後 這個在小說第三集才出 所以很棒 其實女帝跟鳳太郎的關係 完全反映了姐姐跟他弟弟的關係 被人支撲 其實他整個過程 藍珠角 你說他可愛也可以 說他可憐也可以 他有才華 然後他過去這麼多年 因為不用這些才華 可能她姐姐更加厲害 他一向活在她姐姐的鋒芒之下 所以 你不覺得他叫他去古典部 古典部 古典部 他就用千反田來 去拉她出軍房 然後開始做一件事 之後 姐姐又叫另一位女帝 他升了Level 2 可以接這麼高級的任務 沒錯 好像是一個online game 這句話 所以 如果用小說的先後次序 第二本就是十文字事件 但即是說 那個 拍 其實他現在就這樣看 我沒有異樣的原因 因為很正常的拍完戲之後 就是為了去這個 校園制裏播 對 他的故事 小說也有另外一件事 其實 他講完冰果 就緊接講校園制合理 因為那本書 對 所以這是合理的 出完那本書之後 因為他在這個學校 立即出了名 整個古典部 真是厲害人 大哥 你多印這麼多本 還可以有 去掉那些書 他去掉那些書 大家覺得 古典部存在的 古典部這麼厲害 這個就是鼎英大名的 古典部的代表 這個的鳳太郎 不是千反田嗎 不是 但你說 如果我們先去 我們先去動畫 看到的就是 剛才一開始說 每個角色有自己的表現 就是 當阿鳳太郎 好像很完美地 推理了這個事件出來 其實其他人 抗止事件 好像解決了 但你會看到鳳太郎 其實他都很固執 李智那些人說 好像有點問題 但是 阿鳳太郎說 其實不OK 應該 對 好像是 我會不會給他一個感覺 就是 之前的事件給他一些信心 就是 虛假的趨勢 自己膽脹了 其實某程度上 如果更加卑鄙的假設 就是 阿鳳太郎今天是一個玩具 擺在前面 變成一個名探的角色 其實大家是借這個名探角取所需 其實某程度上 尤其是他姐姐迷女帝合作的勾檔之下 還不是擺明利用男主角嗎 阿鳳太郎 整件事件 在這件事裡面 男主角是最悲慘的角色 阿鳳太郎 他現在是享受的 他在動畫版裏面 阿鳳太郎 用腦用得最多的是他 要想方法解決的事情 最多的是他 但被人玩又玩得最多 其他人說 看完這件事件 其實沒什麼功勞 但我覺得這件事不太好 你不覺得有問題嗎 差點東西 你不覺得差點東西嗎 你不覺得差點東西嗎 大丈夫 所以變成了 其實緊接就是這個動畫版 他用了幾乎六集來講這個十文治事件 那我們 不如先休息一下 然後回來再講這部 再講這部 好又回到第二節 講完萬人之死角 還有這個冰果事件 接著應該是講十文治 最大的挑戰 就是卡爺制 最大的挑戰 終於開了這個制 這個制其實都 我覺得是比我想像中 是大規模了 平時那些校園故事 一個制 兩集 怎麼會搞這麼多日 一日 一個下午 你不用方法老師 那個校園制 玩了幾年 打到二次元世界 多開心 這個校園制 終於回到家 故事 一開始就是 因為印多了 加多了一個零 那就出事了 我覺得這個 真的挺厲害 為什麼不小心 可以加多一個零 這個不是重點 不如想 日常是推理 你又不可以死人 等於少年版的柯林 找一隻不見了狗 找失物 極其量 可能必要事就是 好像現在 Uncle當年的神秘事件 都解開了 這些 以往的事件 這次 竟然 難題就是 我印多了書 怎麼解消 我突然說一聲 就是 我每天 我煩驚的問題 我印了這麼多碎碎 怎麼可以買回去 夾著禮物一起去送 還是怎樣 其實我覺得 我不知道他這本書 寫的當中 編輯會給他很多意見 就是 那些促銷方法 真是work 那促銷方法 但是 這個 應該是他作者的親身經歷 但沒有理由 作者要煩這些東西 應該是編輯 或者是出版人 編輯 是吃飯 吹水 很慘 編輯經常說這些 你知道你的書 那何故 死人 也不好看 那些人不買 怎麼辦 你知不知道 喝著杯 喝著杯 就說 你知不知道我用了幾多方法 你知不知道我滾爆了幾隻人情假 我又要夾著旁邊那個布 找了個美女幫你夾著東西去賣 這個 綜綁式消費 我用了 這些 然後你要走幾場騷 就說 就像阿福頭說 不如這樣吧 我們參加比賽 參加比賽 參加比賽的時候 我們過程可以銷售我們古典布 就說我們有一本很棒的冰果 騎劫了別人 擺明你是參加比賽 變成宣傳活動 就等於上無線那些 或者像台灣那些 綜藝節目 玩得很辛苦 何故 其實呢 可能城頭濕透 其實呢 我出了本新小說 大家都支持你 斷氣 我看 原來這一集 或者這個故事 就是講 如何去賣書 或者有多感同身手 應該是好看的 這個當然我覺得是搞笑 但最重要就是 玩了這個 一定有的 日本推理小說 這個五十音 I wear all 開箱 這個對我們一些 不熟日文 不是用這個 日文寡 來做 這個母語人 可能什麼 但對日本讀者來說 其實不如說 日本推理小說 走不開就是這些玩法 一定 正常外國 看英文 所以第一本小說 用了Ice Cream 第二集小說 用了日文的I wear all 所以這個推論是合理 當然去到中間 已經發覺不妥了 已經拖這麼多集 我發現原來這個 整個 這些六集的故事 是講什麼 是講每一個主角的能力 超能力 不是 他不是講他超能力 是否是他每一個人 有自己的能力去達到多少 有些能力不到你做不到的 其實根本為什麼搞這麼多東西呢 就是原來源於上一年的 其實同一風格 等於這個冰果這本書 是源於當年 他阿叔那個年代的東西 但現在這一本漫畫 其實是源於上一年 即是那班三巨頭 三巨頭 對 三巨頭 其實你說 其實應該說 在這個 契爺制裏面的故事 其實 他最重要的是 有些事情就是 你事務不來的 但對回來說 有些事情 我很想擁有 而你擁有的 但你覺得 對我來說 是 等於完全就是鳳太郎 因為他這裏 其實他真的反映了 故事 是反映李治 和鳳太郎 他們兩者的能力上 都不止 呂帝教 千返田 在那裡 真是大可愛 你都是不對 你不要做 對 我覺得那句 應該是一個 不是千返田 那些傻傻傻的女生 其實難聽說 你根本沒有女性的魅力 甚至你根本不懂得做一條女 你簡單一點 做一個這麼可愛的女生 你連撒下人 用一個小小的微笑 去駁人家 去幫你 都做不到 你不是批判女聽眾 不是 我說千返田 那句就是女帝背後的含意 這些不適合你做 那些傻傻傻是甚麼 傻傻傻是 你找自己的中心死事 你不可以騙全世界的死事 即是他不像是女帝 任何男性 就像是女性 在他面前 都要苦手清神 大千返田 只有一件 一個是全國武兵的,一個是只有一條狗的 你這樣說就算了,挺好的 那些人是正兵 你有全國一萬名少許,但我只有一個就是呂鳳 即是戰國巴西或本多忠誠和德川交開的關係 阿鳳太郎呢,一個打十個 但我比較喜歡就是,你說開的就是 因為我始終最喜歡,呂國來說我覺得很漂亮 我真的看李智和阿鳳太郎,他們的關係,怎樣去變化 專攻BL這樣說吧 其實我跟一些內地的女,我們網統台的女聽眾談過 他說最初覺得那個是有BL的元素在 我覺得,我不是看這些東西 不好意思,各位女聽眾,我不是看這些東西 他只是研究而已 一開始其實你說,李智其實很熟悉鳳太郎 其實他很熟悉鳳太郎有什麼能力 其實已經是 但是呢 一開始他不發揮 大家好像就相互無事 因為就是,我知道你這種能力 你不發揮就不會感覺到那個絕望性的差距 而到鳳太郎經過冰果的事件 以及在動畫裡面經過這個萬人之死角的事件 他就開始產生了競爭心了 其實我是不是都可以呢 因為在這個事件裏面 其實很多資料性的東西都是由李智去提供 李智可能就是差一步,怎樣去將這些資料整合 所以他就在一個私心 我不講情報給他聽,我只是一個查看你怎麼樣 這個其實是牽涉到他不斷重新說 是database,即是資料庫是什麼原因 他不停去強調自己是database 其實好像是切到一個底限給自己 給一個底線說,我們現在可以死 其實他跟鳳太郎一樣 智能主義和database兩個字都是藉口 等於說,我這次不勤力讀書 我用了勤力,100分都拿到 現在拿著70分都夠 那些情況 但其實某程度上 他經過了這個校園祭事件之後 阿福呢,其實他終於醒覺了 終於得到性死 他明白自己的身份 他知道自己的極限 所以等於其實之前 為什麼搞這麼多事呢 這個所謂十文字事件 其實是源於那個漫畫集的第二集 第二部的劇本 之前上年的三巨頭 兩個畫 那些,然後再現身到其他下一代的人 隱隱遠遠 重點是什麼呢 其實每個人有自己的崗位 他裡面講得很殘忍這件事 你的才能是這麼多就是這麼多 其實多分都沒有 所以變成就是 他們可以做些什麼呢 除了是接受現實之外 其實反而要離開 還有一件事就是 我有這個才能 不代表我喜歡做這件事 你都逼不了我 不是說逼不逼 你眼中看重的東西 不是我覺得重要的東西 我有我的生活 你有你的忙碌 這才是最困難的 喂 大哥 你最後那裏 站在那裏 會長、副會長的眼神就知道 他回頭 我跟他說 我講得很出的 然後跟他說 我不明白 最棒的就是他回頭 帥哥回頭 回頭一笑 回頭一笑 那一下 他一開始已經知道 他不知道 那種情況 他那個笑容完全是說 即是說 即是說 脆嗎 其實他整個故事 他想什麼呢 其實就是想逼他 喂 怎樣 快點折第二期 快點 提他 答應了 但是他最後那個微笑 就很棒 他給一個good job 嗯 耶 其實整件事 你可以解讀 可以解讀到 你終於整件事這麼複雜 可能他完全忘記了 可能劇本沒有看過 完全忘記了整件事 他覺得以為有個小的危機 終於他的親密戰又搞定了 總務部 OK Good 第二個就是說 你搞了那麼多東西 我都是在那裡 你迫不到我出來 耶 不是 第三件事就是 一切都盡在我盡在我盡 就是 一個跟另一個女帝差不多 學生會長說得 所以整個故事 這一部分很簡單 就是 講到這個人的能力 呼應之前 有一個動畫 就是萬一死角 或者說 運動員跑步有個天才 隨便跑 贏了一個很努力的贏 然後說 好彩一定怎樣 沒錯 就是講好彩與否 這些 因為實力 他的意思就是 你有實力的 你仍然有實力 如果你明明有實力 你說自己 好彩 那對部實力的那個 很大的打擊 整個故事都是這樣 呼應了之前 他無緣無故 鳳太郎要進去電影部 做這個空降下去 好像救亡的角色 天劇 救火員 其實也等於這個一樣 他也是要救火的 也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但解決這個問題 相對地 他面對的 就不是單純幾個 太系之間的問題 這個牽涉到 整個學校的建制問題 哇 多糟糕 而你說 在那個 十文字事件裏面 其實我們剛才一開始說 就是這個消瘦 解決這件事件就是 我其實不是想解決這件事件 因為我的東西賣不出 但是這個 還有一個小的伏線 很重要 不要忘記 就是他不斷交換東西 一樣換一樣 然後換了一個牌 一枝牙籤 換了一個牌 一枝牙籤 蜜和人指 什麼研發物 然後他用那個牌 那個勾 就幫人換了一支槍 回來 換了什麼 換來換去 換來換去 這本書 最後是換了一本書 而那本書 就是他姐姐 所以整件事 就是他姐姐 重點是他以物換物 為什麼突然要呼應 就是他 其實是兩種不同的經濟體系 他真的要一本 就給他一個錢去買 或者就是說 我用一個減價 OK 而他就是一個 擺在一起 可能給他六折 就可以買十本 這個情況 這個是正常的商業社會模式 突然間他加了一個很原始的 以物易物的 其實這兩個是很互相對比 反而其實他真正能夠解決他 他會賣了這麼多本的原因 是要靠更多一個以物易物的機制 這件事其實是很曖昧的 而當中以物易物 又牽涉到姐姐的神秘出現 大寶寶 大寶寶出現 這本書又是一個導火線 肯定知道會長搞什麼 副會長 我甚至懷疑 為什麼會突然發動了這個十文字事件 是她姐姐背後按鍵 然後叫總部副責人 你這樣吧 你這樣還會逼到這個學生會會長就範 然後又相信 所以問題就是 他這個當中 他整個米澤瑞信寫的故事裡面 他不是一個簡單的條線去 如果你呼應到 我現在有這麼多百本書 我真的要將它變成錢 要全部賣掉 因為他一直的重點是 其實在欺涅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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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林財郎和李智 他們對這件事情就是 出名物可以賣掉書 這就是拳言各取唆 但最重要就是 後來他真正解決方法 其實都是用議物議物的方法 他用什麼 是用秘密 來換了那些書 都是用議物議物 他最初很簡單的就是 用錢 反而是他以物易物,去到最後,是用秘密換走這些書 所以我去到最後說,這個才是經典,真正的銷售 而最後,這個故事都很出現的影片就是,我們夾手去做一件事,跟兇手再夾手去做一件事 其實我覺得主角,他專長沒有偵探,他就去到兇犯 他在第二集,他自編自編 我覺得幸好他是一個智能主義者,如果小時候過度活躍症患者 他就覺得,我這個無差別的殺行事件,人速毫開殺行事件 如果你這樣看的話,他的姐姐就真的是智障 小時候就已經看出,我這個弟弟很危險 先給他一些童年陰影 三個故事當中,他的姐姐都是給最重要的關鍵線索出來 甚至我真的懷疑他是背後的大BOSS 所以十文字事件就結束了,大家發現好像突然是虧了氣 因為沒有一些很關鍵的事件去穿整個故事 其實有的,然後開始變成千返田這個焦女世事件 之前應該是說情人之朱古力 情人之朱古力已經開始啟動愛情模式 情人之朱古力其實最重要其實是講理智 一得到成仙的故事 但這句也是有少少B.L的感覺 他有這麼好的一徒女 這麼多年,他終於不B.L了 你說的是樹林嗎? 你這樣爆出來? 樹林B.L過的嗎? 不知道,你怎麼比較熟悉?我不知道 我和這個有馬爾的朋友,問問馮友妹妹 回來了嗎? 回來了,沒錯 那故事,其實你說 一開始有故事就說 阿鳳太郎,看見他打機的風格變了 但我真心說一句,我打了這麼多年機 就算和我這邊打機,我都感覺不到我所謂的打機風格 證明他的好機友,明白 可能遲些就說,你今天塗了不同的古龍水 今天你的髮型變了 以前你只是釣魚,現在他不釣魚,打他就自殺 唉,他已經愛上了人 這個Virtual Fight裡面可以看到是一個打機的變化 本人都打過這遊戲,但我都不是很準確 那你要檢討一下 人打機,你打機,證明你對身旁的機友不太著緊 不行,這是你的責任 最後,如果是說情人之朱古力 他解了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你可以當是屍體處理的問題 認真的,他把心形朱古力 弄爛了,放到袋子裡 這個其實最簡單 如果我們呼應平時殺人的小說 就是,屍體不見了 現在他說,那朱古力不見了 這樣一個人去了哪裏呢? 再加上他很興奮的密室 沒錯,就等於用來密室 但只不過他轉了一個形式 因為他日常推理,他不可以死人 變成了被毀滅的 是一個充滿愛意的心明朱古力 那怎麼辦呢?就是這麼簡單 然後說,我怎樣可以搬走何故 就把他斬開六穴 然後六個人會拿到一件酒 就沒事了 眼鏡都不行 眼鏡? 眼鏡你變成金田一 而你說,在故事裡面 就是李智為何要拒絕麥卡 那個理由我其實不是好看 沒有理解 很得道 之前他為何要拒絕別人 因為他愛鳳太郎 然後發現鳳太郎 他不可以變成他的好機友 他已經被千返田招勢了 他被千返田招勢事件 他拿去 所以就算了 旁邊有花,花我先用你 這個是錯誤的看法 正確來說,如果用動畫 我看有動畫 你講吧,你講 給他講 他可能E-mail過米澤瑞信 或者E-mail問了驚蛇 我用動畫去看 你之後他還沒準備 他還沒準備什麼 他本身的心 你談戀愛不是說 我們兩家炒成的巧克力就行 這是一個重要的承諾 他的意思就是 從前的我非常執著 但我選擇了就是不執著 如果我執著於你的話 我會變成執著 這個結後語 我之前也講過 我會不會為你一棵樹而放 去整個森林 這就是比較普遍的價值 如果用動畫的世界 對一些BL愛好者來說 他過去他愛的就是鳳太郎 他過去的執著 執著 執著 發覺執著不到 然後他選擇 他選擇不執著 他選擇不執著 就脫下世俗的眼光去做人 說真的 但他也不是接受阿摩耶卡 他那天也是 撕破了朱古力線 但接著他跟阿摩耶卡的關係又好 他跟了幾集 他最後動畫你 是打謊給他 所以我們剛才的解讀愛 可能用比較血腥一點 等於處理屍體 去到接著那一集 就是台翹事件 最後應該是 台翹事件 還有祭典是他們運在一間運作 應該是前面的 沒錯 20集就是這個運物室事件 即即田信長為妹妹的關係那段 那段其實最簡單的就是 他脫不脫了一條繩 一脫了一條繩 其實就是 對於一個這麼純愛的故事當中 就已經很糟糕的啦 什麼的啦 一個輪流 不是喔 但我看到另一個東西 我看到就是 你自己這麼理解這個鳳太郎 不是啦 其實他這個 玩什麼呢 如果之前那一集 是講處理屍體 這一集就是講dying message 即是講死亡訊息 結果埋單要用 阿屎夫人 摘著那個東西 來給他一些訊息 就是 變了我不可以 講給人聽 因為我不可以讓人知道 我和你被困這間房 最簡單就是 打叫救命呀救命呀 可以的 大家開門 哇 阿屎夫人 所以問題就是 他不可以用文字 或者是語言 而去傳遞訊息 就要靠一些 林雪的秘密 對啦 所以這就等於可以呼應 一些dying message 或者放一些暗號 這一集就是玩這件事 當然用了這個 之前信長那個 我覺得有少少問題 對啦 他當日知道 他機友 這個你很幸運 不過當然 不要說 短篇的話 你不可以太多預告 所以這一集 其實就是呼應 不過當然 可以呼應 除不除 Kimoro 那條腰帶 那條繩子 那一刻 如果他再畫得 再激情一點 或者再尷尬一點 其實那裡可以玩得 再好玩一點 這個不重要 因為你一脫了 那個和服就散了 散了之後發生什麼事 大家都知道 那就變成了不是老奈的幻想 就算你做 開門 一個人 叫和服散了 就出事 就出事 所以其實 他這個危機感 我覺得不夠重 你問我的話 就算我們講得這麼白 你都覺得 那又怎樣 大前提是什麼 他是一個名門望族的千金 那天他的身份 不是普通人 他代表他爸爸 過來祭殿 他是一個很重要的貴賓 而竟然失禮 甚至失禮 變成家族笑柄 我覺得他真的可以一死借天下 但是 他都不介意 必要時 我可以隨便帶給鳳太郎 老公 已經是你的了 那一刻 我都說這集是變成千返田招勢事件 我都說是這個 大不通事件 對 你欺負一點 可能鎖住那個人 其實是他的鐘 他家丁 又是他姐姐搞的 當然不是他姐姐 你這下就應該是關入千返田招勢的 千返田的嘉賓 我懷疑這個可能是千返田的家人 千返田都沒有這麼大居心 如果他這麼福克 那就比他姐姐厲害了 平時做的那個假 女人這些呢 很難猜的 我也知道 但這個真的太過黑 這個就 差不多 應該是到台橋事件 台橋事件 就是改路線 改路線 可以呼應傳統推理小說 也是一個 時間人物地點最簡單的 只不過就是 他突然間 他問一個問題 誰打電話 叫那些人可以做一個工程 拍照有 我們現在知道了 但問題是 其實這個很好奇的 就是 我們平時 如果要我 我要殺樹齡 那當然 為什麼要殺樹齡 好像說 我想做這件事 叫那些人改變這條路 為何要殺樹齡 不要他的問題 我打個譬如 我還是不會 我親自打電話過去 或者不是我親自去做這件事 叫馮友 叫樹齡的朋友 叫做Hacker Ha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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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要Hacker 跳這個代理 Hacker 對 這個其實 我嫌他簡單了 他就叫他 所以要轉 轉來轉來轉來 變成了 很厲害了 我們馬上要改 走路 那些甚麼 對一個普通的推理來說 你走路有多大問題 他那裡其實 很多難題 就好像說 一些很古老的規定 就說 我跟你不妥的 或者那些勢力地盤 那些問題 我們就很難理解 所以其實 初頭我抱著這個疑問 去到之後聽說 以前 這裏是兩批人 然後就叮一聲 我知道你玩什麼 其實你這個故事 如果我們之前 那麼多的長篇 都是說歷史遺留的問題 這個其實等於是 疆界的問題 變成了 其實他不可以 過別人的地盤 而其實 然後 為什麼他要做這個動作呢 其實他背後 又不是說 想兩家人和好 其實他只是想 拍照這麼大把 其實這個故事 如果你再看下去 他沒有說到 當年發生什麼事 你自己帶路來補完 一定不會是簡單的事 但是跟著 他又說得很輕描淡寫 千番田說 我和那邊單聲 就可以走過去 那我想一下 千番田在家族當中 是什麼地位 都挺厲害的 其實他單一聲 長女嘛 之前說過 其實當時發生 最主要的問題 在於一件事 就是 在故事裡面 其實都很刻意淡化 就是千番田家族 究竟那個地位 你只需要知道 他是一個地位高到高到高到 高到不行的人 你見到當時 一說條條封了 整班都亂了 然後千番田說 什麼 可以 可以 就一照做 千番田下單 其實反過來 你不要理他 是不是長女的問題 你不要理他家裡 是怎樣的 如果他說他是長女 以前他沒有兄弟子 他沒有哥 其實他就是下任當主 是啊 是啊 所以有理解 是啊 所以我不是說 連續幾集就是 這個千番田招女世事件 為什麼 就是說 他不斷要讓人覺得 其實 鳳太郎 入罪了之後 其實他是一個更加厲害的身份 應該這樣說 整個冰島的故事究竟是什麼 首先 千番田假裝模 他就要默釋一個 入罪女世 有多少能力的男人 到默釋了之後 那難題是什麼 難題就是 難題就是 始終名門望族 竹門對竹門 木門對木門 你要一個人接受一個竹門 就要說 這個竹門究竟有多厲害 他參與不同的事件 那些人就會覺得 這傢伙可以 整件事 如果再復刻一點 就是關於他叔叔的失蹤事件 其他開始是爭產來的 他叔叔那邊有一系人 可以跟千番田愛留去爭家產 那些 嘩太黑了 太遠了 現在要這樣說 最簡單的 這件事件是 上來歐北友台鳥那個 然後說 中村你過來 莫台鳥 然後這個就是我男朋友 大家見到 就這樣 這個也對 這個 這一幕其實就 真的要盡快 令到這個 大家見到這件事 當他見到阿福那班大叔 見到阿福那時候 開頭的樣子有多少不屑 你這條彈嬸什麼了 然後發覺 此而此未來少爺 未來姑爺 然後就說 你坐在這就行了 你不用做事 嘩 差距差距遠 所以其實如果是整個 廣事這樣說的 都真實的 在千番田招女世的事件 去到這一集 就是不僅見家長 開始要幫馮幸建立他的威風 威順 在逐中當中 插棄 開始 然後到最後一集 那怎麼辦呢 最後 最後一集 到千番田就說 未來人生的計劃 我就是會繼續留下 種米 種田 耕田 嘩這個真正 原來 我終於明白他的家族做什麼 就是做這個農作的話 難怪這麼有錢 為何這麼重要 跟這個傳統有關 他回歸就是他跟土地有關 所以他不能離開 平時如果一個女生 他要改善自己的生活 嫁給別人 但他不行 不可以離開這個地方 他一定是要 招一個女婿過來 入序 入序才行 要建入序過來 是的 而這一件竟然在我育成之下 他開始慢慢入了我的歐檔 已經 所以就搞定了 即是已經調教軟性 是的 其實我又覺得奇怪 到最後一集 沒有家姐的存在 因為我想說 他已經脫離了家姐的魔掌 你一個新的魔掌 就是千番田加盜 那些魔掌 你說那一幕 開頭就說 鳳太龍網上那一段 是啊 就說 衝口而出 說是等我來 然後就 爭聽不到 風聲那些幾個東西 他沒有說到 那只是老內的妄想 不是 我覺得解讀 他可能真的說了 不會有千番田 等一下 你說什麼 他想說 但又說不出 但已經是跌落了這個心淵 就是這個 冰果的心淵 開始他都要 Scream 好像是 Scream 他在哪有人弄完 那麼要說一些 opening ending的歌 講真的 I am說 我比較 喜歡 開頭Op1 Op1 是ED2 是ED1 說真的 頭那兩集 在這麼悶的情況下 是靠這首Ending song 去救回這部電影 還有他那首歌 是睡眠的約束 你們兩個 在睡床上 有些話很驚訝 敲人身出來 我要承認 我在內地 連載著一個謎團的故事 我原本是很正常地說 世界末日 我看完這個冰果第一季之後 我馬上叫我負責華哥兄弟 幫我弄兩張噴血的海報 是不是兩個人都在床上 那沒有抽那麼多 所以變成 第一張就是 一件羅利 加一個 都是一個可愛的穿著睡袍 是藝娘來的 一隻是藝娘 另一隻是動物變的 真奇怪 瘦膠 雀仔變成沒有性別的 那個更厲害 就是瘦 別這樣 另外一款就是學校 另外一款就是兩個 拖著手在學校裡面的 我承認的 我現在看了這個冰果的 第一季的opening 和這個ending 立即叮一聲 結果就是在 7月的時候 在廣州的時候都買得不錯 但是你說總體而言 我覺得 那個故事 畫面方面 我覺得 其實質素沒有算到很高 但是其實 他懂得拿位 其實他比較差 如果說畫工方面 但是他懂得拿位 所以我就說 他的房間 古典布 那個空空如也的感覺 四張桌 嘩! 拿樓攤得來 又真的蠻好看的 這才搞笑 有些事情就是這樣 錢 沒有錢的話 就跟你說什麼 Style 我喜歡你這個 沒有錢 就這樣說Style 那是合理的 我覺得做得很好的 同貴這一季來說 其實算厲害 你同貴來說 固然他的質素 其實是中上 他有中上的質素 我覺得不僅 我角度說 大家會很明顯看到 他的人物面相 我不算髮型 他的面相 其實很多位都是 K-ON承折下來的 但是他不是用動畫版 是K-ON的東西 他是用了 之後收拾過 K-ON DVD Bluwake那些 然後把頭換掉 很多類型的佈局 其實是很相似的 基本上 甚至是照折下來的 他所變的 主要是什麼呢 可以說房間的小場景 但是 作為一個日常學校劇 其實那個不脈是很少的 但是 唯一這套東西 為什麼你會覺得 效果是好呢 就是說 他用了很多不同的 一些 可能是電影 或者是拍照方面的 一些 擺位的方法 無論是一個移動 透視 或者是一些顏色的 配搭方面 他做那個效果 他就不是 就像K-ON 一個以人不為主的 一個擺位 他是會 融入景 去做一個 分割的比例 出來 或者這樣說 其實你說 偏向來說 其實 靜態景比較多 因為他始終 用的 我們看到很多時候 都是 一個 場景 走過 而場景其實是沒有動過的 畫面的場景是沒有動過的 那些草有些動作 感覺上次動作 那些很簡單的 那些樹感覺上次動作 那些 尤其是在推單車 單車輪的動作 那些 那些 漏了一集 就是說 上山遇險 老師 對呀 老師那一集 老師說 天內飛 然後有些電 電 那個其實也是 終於 鳳太郎 第一次 中招的一個力證 他這麼緊 拿著 千反田去圖書館 去掃料 主動出擊 哇 這個是不是我們認識的 鳳太郎 第一次 是 違反他自己的智能 但 那個 轉變 我覺得還沒去到 就說 因為 經歷了這麼多的事件 其實 對他來說 其實 他都是為了 哲能 表現上 他都是為了哲能 而這樣做 那當然 如果你假設哲能 就是一個 他不去努力的藉口 他終於 沒有了這個藉口 終於達到這個藉口 有一個奮鬥目標 這個奮鬥目標 就是千反田 很簡單 所以千反田焦慮事件 先說到這個 Ending song 其實第二季的Ending song 首歌不行 但一個MV可以 他用完 就是那些 例如有一個英文字 其實他用了很多 傳統的偵探故事 他根本就是用那個 那個 那個 華森和 復元摩斯 是啊 所以其實他是有心思的 但問題就是 我覺得 如果要我套租 我覺得 聲優都不合格 相對地 如果用回經社過去 反正我不太同意他這些 以用一個 太兒童鄉的畫面 去做 那些人物 就是 懶QT 但他的信息量 又很豐富 或是你這樣說 你講到聲音的問題 其實 純粹我覺得是 中村和 李治的 阿板口 其實 那兩個 做得足 他們那些是老拍檔 這些不用問 你問我 那兩個 那兩個女角 相對地 那兩個女角 真的算了 幸好 Goyaka好些 為什麼 貿易 阿姨本身 配這類角色 都可以 但你說 作能聰美 配千反田 嘩 我覺得 出事 小蔡惟 真的 錯了 小蔡惟 你個人喜好 我覺得小蔡惟 配不了這角色 你最聰明 什麼都有一粒洋子 關什麼事 那個都好 那個是一個好 關什麼事 那個是你老婆 自稱 回來 所以你問 雖然聰美其實就 不是很 感覺 無論他 扮天真天真好傻 他好在意 好在意 那個模式 突然間很有威嚴 去下單 其實 那個感覺 都沒有去到 很離譜 你意思是聲線 方便 分別 沒錯 他其實沒有什麼感情 他不斷地賣盟 他做不到 他是浪高了自己的聲音 他有個傻氣 用低一點 聲音 去說一些 很有份量的說話 好像 最後台橋 問他怎麼做 好像很有威嚴 說出來的 不夠 不夠 給不到那個角色 說他有些東西 但問題 我又不覺得太嚴重 他原本的聲音 是佔很大部分的時間 他去驚社 他贏人 是贏了音樂 就是贏了聲優 忘記 因為以前他選了一些新人 聲優 但今次他用弄手聲優 但出來效果又不是好 這才最慘 又不是很差 很差 如果你用我去比喻 其實他跟K-ON比 整套器的整體質素 下滑了最少是一個龜 不是那個 K-ON那個 就特殊 我覺得K-ON是很入 很入 但問題出來的效果是很好 很好 但其實 如果看回佐藤聰美這個聲優 他原本一開始應該是配這種聲音 就不是K-ON那種聲音 我覺得不可以用K-ON比 我覺得不可以用K-ON比 用他自然那種有些沙聲的少女聲 其實他的風格是 但問題是 他可塑性可不可以做到這種角色呢 其實定位是有點相似的 但問題是 他站在一種 你討厭一種很煩的小女的聲音 加上胡仙粉的性格 是有些人是很煩的 例如我 我很討厭 但會不會這個是很過人的問題 我覺得是很難的 可能 其實我看完完 我又不覺得他的聲音很討厭 好像你講的 還不是 很討厭 我不覺得有些什麼問題 本身你說 在他未有威嚴模之前 威嚴模? 哪有威嚴模? 有啊 出過一段 台橋事件 都未去到說 有很大的落差 因為 你保持那個通 你那個性格 這個通 但你一轉了之後 就會發覺 那個演技 不行 真的差點 都會有 差不多 要講一個 冰果 都幾乎都講完 總體現 我覺得即可看 大家評分 你給多少分 兩桂格 一百分滿分 一百分滿分 說真的 我是很差的 如果沒有最後千反田 焦鬱細事件 去到十文字事件完 我比很高分 半季 我敢說 不是 去到第二季 去到六集 去到十文字事件之前 都有八十分 但是 我不是很喜歡之後那些 我覺得 之後那些比較 比較 所以我明白 他是這個 焦鬱細事件 如果單純在第一季 他結束了這個 萬人之四角 我都會給得很高分 去到十文字 頭那三集 我是 什麼事啊 你玩什麼 用三集 突然覺得是全立了 第二季一開始 是立了 我開始明白你玩什麼 咦 出了姐姐 知道什麼事了 所以 挽回失分 所以去到那一部分 我都要七十多 加上最後那些 我都六十多 我是七十的 我減過十分 是因為我真的不太喜歡 焦鬱細事件 覺得很悶 嗯 接著怎樣呢 大家讀 我覺得十文字 和這個冰果 是OK的 你要我給一個 具體的分數 我給不到你 你當八十 但是 你說萬人之四角 我對於那種表現手法 就不算太有好感 當然 他最後的部分 就更加差 但是 整體而言 我覺得內容性 和表現手法是好的 除了千反田 我就頂不住了 對 而我來說 我覺得 都有八十 嘩 好像我 我計 黑標 你可能是 評分標準比較嚴謹 開頭太保良 而且 一樣 你可能會看原著 會跟動畫做個對比 但如果我們沒有看原著 我就這樣看動畫 我覺得是值這個分數的 如果他內容 然之有物 和然之成理 我最欣賞他 其實他長篇 就是剛才說的 重點說的那幾篇 其實我覺得是 尤其是學員仔那篇 其實我覺得 反而是最好的 我看得挺開心的 那是最清晰的 我讚賞的 就是他這一篇裡面 他插了很多條線 很多東西可以看到 譬如說 他怎樣賣書 怎樣去做宣傳 他插了很多線 但他都交代了清楚 而且他也插了十文字 加上一代三巨頭的恩怨 這個不是 我其實欣賞的地方 就是說他理智那裡 和 鳳太郎鬥法 他實行了自己很多方法 就是做了很多東西 但都不夠鳳太郎 自己推理就搞定了 對呀 說起這件事 我記起就是 李智有一個 常常假裝李智 跟他好朋友的那條蛋白 對呀 那條蛋白真的很棒 那條蛋白 所以其實我學完 那個東姑娘 真的看到他想濕他 所以其實我學完 那篇是看得很開心的 但是 有個缺點就是說 他完完一個長篇之後 總會插一些 短一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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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蝙蝠那裡 我反而覺得 有幾篇是會比較悶 你整體來當是一個 千反田焦雷細事件 我不介意 我不介意這件事 只不過很少的缺點 只不過覺得 短篇是會比較 有少少 會有點悶 還有 我記得有一篇是 就是 老師那篇 對呀 不是說這個 上山遇難那個 老師那篇 因為只有兩個人說話 那就是 那個是 他著事件 遇到十足的 就是 那個人說 他很有鋼勁 真是大禍 這個世界 不是 銀子那段也是 印假銀子 還有一集 每個人的推理 其實就是 偵探方 他個人的陳述 但是否事實 就是這件事 那兩集 今天是撻著 說真的 他已經完全是 離開了這個宅男 純粹餵食 差不多了 所以 其實 京都做這套動畫 我覺得 我欣賞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看前幾回 所謂的推理 是小說的 改編 其實都很失望 你不是計算高息呢 高息 還有 安達 安達 還有一套 神的記事本 神的記事本 這個相對是好一點 好一點 安達 真的 很多所謂的推理 都不是推理 或者可能是 用了日本 他比較 你要聽回我們的 就罵得多聰明 還有戰敗探聽 其他人推理 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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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對比的 就是 近這兩季裏 很多故事都說 我說了就算 信不信由你 即我是神 或是突然爆開新的 反正我就是信了 反正我信了 反正我信了 這套沒有 你信不信 反正我信了 這個不是耶穌的說法嗎 你先給我買的說法 這套就沒有的 其實就是 他所有的線索 即是推理方偵探用到的線索 全部都 動畫有提過 當然你覺得你們 skip了 看不到幾個線索 但他當然也提過 交足了 最後他推理呢 逐步逐步 即是可能用一些圖表 一些節奏出來 其實OK的 這個我覺得可圈可點 舉個例 他說那個新聞版 那個部門 那個人吃煙 你跟我說 你門口有個紅外線 我覺得沒問題 但你跟我說 他桌上有個BB 那個detector 我就覺得有問題 我誰知道那裡有一塊這樣的東西 即是 你說他被捉你 他大部分情況都夠 但不是絕對時間都足 不是 他開槍那個是一個提示 但如果你說全部都有 就不認同 當然 有些人就說 這套東西沒有死人 好悶 那其實呢 這類所謂的日常推理 其實我讀中學那時候已經有了 其實那時候已經開始有很多作家 覺得 下下這樣死人 這種推理是不行的 所以他們可以研究這種方向就是 不要死人的推理 其實也是不合理的 天殺孤性 去到哪裡 死到哪裡 還有最麻煩的是 你說會死人的作品 最麻煩的是 你角色怎樣去鋪排 我鋪排完他之後 他死了 不是 重點就是 現在去到最新的金田一 那個 原來是美雪 那個是一樣樣 用了這一招 我們已經猜到沒有東西很猜 一定不會是金田一殺人那個 一定不會是美雪 我就是兇手 結果就用了這條條路 發現原來和美雪一模一樣樣的 嘩 既窮眼四部 大家都知道 營造一個角色是要多浪費時間 若然他受歡迎 但你的劇本死了 他要死的 那不如我們看看柯南裡面 當然死了多少人 所以柯南從來 從來 死人的那些 他是不多介紹的 你的名字 這個 何姑 樹齡 作家 多少歲 死了 然後樹齡 食家 這個IM 變態 研究專家 HGAME 開發者 沒關係 我會全部剪掉 所以 整體說的故事 其實我最 比起其他動畫作物 我比較喜歡的是 是有成長 但是 你給一個理由 我知道你為什麼會成長 或者怎樣會改變 你不要突然說 我醒覺了 爆木 爆棄手 我爆棄手 其實我覺得 他作為一套推理作品 是有加分的地方 他做得到 已經是有加分的地方 好了 今集到這裏 差不多了 下一集一起 無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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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М